国立东华大学全新推出原住民族法总论的课程 由我 阿尔莫娜 蔡志伟老师 带大家系统性地认识我国原住民族法律体系 人权 一个对绝大多数的人都再熟悉不过的概念 原住民族对于许多人而言 似乎是个听着熟悉 却又相当陌生的名词 在我国的法治体系中 也正处于相当模糊的位置 从过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 台湾原住民族的法律定位 有着藩人 高沙族 山胞等不同名称 然而藏在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其实呈现着自殖民时期以来 国家法律思维对于野蛮人的想象与论述 这样的历史境遇 不论是在国际法或内国法的人权发展过程中 原住民族皆成为定位不明 且被边缘化的陌生过客 主体社会也因为对于原住民族知识 与文化的断裂与匮乏 在法律实务中仍然充斥着 对于原住民族文化的错误想象与偏见 这门课程可以帮助大家 拓展在当代法律文化架构下的规范知识 我也会透过不同的单元规划 来传授多元文化及实质平等的认识 不论是原住民族人或非原住民朋友 我们都能够有机会 进一步地对原住民族法学领域 有更深的认识 真正的文化理解 学习尊重彼此和落实社会正义 你怎么能缺席呢 欢迎有兴趣的同学 一起加入东华摩克师的学习行列